网传香蜜原定女主不是养子,等到男主才气眼,网友,眼光真毒。 最近几年的仙侠剧能够拿得出手手的并不多,大都是一些刚开始男女主就几千几万岁,顶级配置法力高强,因为情情爱爱虐地死去活来。 虽说套路都是差不多的,但是观众们还是非常喜欢看这一类的故事,就比如前两年大火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。 女主认为自己是一颗葡萄精,怎知救下了九重天的《神鸟凤凰》,就此展开了一段上到天庭,下到地狱的虐恋故事。 这部剧也是改编自小说,虽然没有看过小说,但在看剧的时候,还是被罗云熙所饰演的《小鱼仙观润玉》所吸引。 但罗云熙饰演的《润玉》却并不是男主,非常可惜。如今的男主饰演者已经成为法治咖,在娱乐圈当中查无此人了。 个人一直没有get到时加装伴郎的颜值,直到秦雅吉当中,才注意到他的颜值和身材。令人遗憾的是,曾经说出内娱不会完蛋的邓某人,自己却走上法治咖的道路,真是令人扼腕叹息。 不过《香蜜》当中的另外两位主演现在还是非常的火爆,罗云熙的古装仙侠大剧《长月无尽》正在拍摄,杨子的《长相思》也在紧张的筹备当中。 不过,在之前有消息传出《香蜜》原定女主并不是杨子,而是关小彤。想必大家对于关小彤也比较熟悉,和杨子一样都是同兴出道。 唯一不同的就是,杨子是靠着演技出圈,而关小彤靠着若有若无的演技和京圈格格等称号出圈。 其实关小彤我的演技也不差,从搭错车和郝先生以及影当中,就能看到他的演技。 当然,在《二十不惑》当中的演技也非常到位,只是相比较于杨子来说,还是差一点意思。 近几年,关小彤接的剧也比较少,尤其是仙侠剧,基本见不到。 而现在的影视作品看的不仅仅是演员的演技,还有演员演了这部作品能够带来什么? 当时香蜜的导演就是看中了关小彤强大的背景和流量,想邀请他出演紧密一角。 原本都已经答应了,但是男主迟迟定不下来,最后才定下适时加装伴郎。 而关小彤看到男主以后,便选择了剧演,因为开机太晚,关小彤早就接了新剧。 最后,就由杨子接手了,其实相比于关小彤,杨子的观众缘更好一些。 而且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作品的成功,杨子功不可没。 不说杨子的贡献有多大,就凭他现在也是古装仙侠剧的扛靶子,也能看得出来他的作用。 当然,整部剧光靠演员也是不行的,剧组的服装道具等等,都是纳入评分范围的。 如今香蜜的男主俨然成为大家所唾弃的对象,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关小彤的眼光可真厉害,真毒啊。 不过,既然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,还是希望这些演员在以后能够谨言慎行,按时纳税吧。 不知道大家觉得杨子更适合紧密还是关小彤更适合紧密呢? 欢迎留言。 02. 人生若如初见被爆江波。 李献强势回归之作,阵容堪称顶级。 在文章开始之前,笔者想问问各位,继2019年电视剧《亲爱的、热爱的2019年7月9日》首播,已完结,与见王朝2019年12月6日首播,已完结之后,大家有多久,没有再看到过,有李献领贤主演的新剧了? 实话说,有一段时间了。 虽然,众所周知,李献目前,正在与神仙姐姐刘亦菲合作拍摄新剧《去有风》的地方。 但是,根据某影视大V透露,由李献作为男主角的另一部新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,却被爆江有望于今年5月或6月暂定,迎来正式上线首播。 而且,在根据豆瓣平台显示,目前这部剧的预期开播时间,也被暂定于今年5月。 看来此影视大V爆料,并非空学来风,我们姑且静候剧方官宣。 据了解,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,是一部由内地知名导演王伟指导,将其涛编剧《李献》、《春夏》、魏大勋、周游等领贤主演,朱亚文特别出演,吴岳、李承儒、白克、诗诗、乔振宇、刘敏涛等联媚出演的近代历史传奇剧。 该剧以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,五名出生于不同家庭的有志青年魏主线,着重讲述了他们,在历经新文化、新思想不断熏陶下,努力探寻民族觉醒,与振兴之路的年代传奇故事。 值得一提的是,如若这部颇具历史厚重感的新剧,真能够如爆料所言,在今年五、六月份,迎来首播的话。 那么,该剧也足以堪称,李献记2019年亲爱的、热爱的、与见王朝后,时隔近三年时间,于电视剧领域的强势回归之作。 而且,该剧阵容,也同样堪称顶级。首先,导演王伟,虽然作为1988年生人,年龄并不算太大。 但是,出道至今,所相继执导的《白夜追凶》潘岳明、王龙正领衔主演、豆瓣评分9.0隐秘而伟大李一峰、金晨领衔主演、豆瓣评分8.0等电视剧作品,口碑,与反响皆相当不俗。 再者,此次担任电视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,编剧工作的江齐涛老师,其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。 像《我们记忆》中,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电视剧,比如《亮剑汉舞大帝》、《人间正道士沧桑血战长空》等,江齐涛老师也都有参与过剧本创作。 另外,这一次演员方面,既有李宪、春夏、魏大勋、朱亚文等青年人气演员、连魅主演,也有吴岳、李承儒、刘敏涛等终生代实力派演员,鼎力助阵。 可以说,无论是从导演、编剧,还是演员选角,此次这部近代历史传奇大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,都堪称极为用心,让人挑不出毛病。 据悉,该剧于2020年5月底,在横店开机,同年10月底,官宣杀青。 距今已过去快两年时间,也是时候该与观众见面了。 最后,不知道大家,对于这部由《白夜追凶》隐秘而伟大导演王伟指导,江齐涛编剧、李宪、春夏、魏大勋、朱亚文等联媚主演,有望于今年第二季度,迎来上线首播的近代历史传奇大剧《人生若如初见》,内心持何种态度?期待吗?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分享。